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这些剧可惜了 唐嫣杨颖同病相连,杨子浪费8个月,刘亦菲亏大了 一般的连续剧,最少的制作周期都在3个月之上 除非是短剧,或许拍摄进度会快一些 身为明星,不仅有自己的高光时刻 拍一部戏的报酬也比普通人要多得多 片酬高的一部戏就足以撑起好些家庭一辈子的花销 所以也难怪娱乐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明星片酬 不过只有作品顺利播出并取得高收视率 才会有盈利之说 其实一部作品只要按照规定来 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界因素导致作品受到影响 常常因为一个人,就让作品受到波及 播出之路更是遥遥无期 作为明星,必须截身字号 不求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但也绝对不允许身上有什么污点 不然事业凉凉就是最终的下场 对于我来说,能遇到一部心仪的作品 并一级不落地追完 还不快进的那种 其实很难得 相信很多人也会跟笔者有一样的感受 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冲着演员去的 所以才会有一些作品为播鲜火 因为大家关注的是主演 而并非剧情 那说岂能让作品为播鲜火的演员 我想85花这一梯队应该最有说服力 他们不仅具备超高的人气 且颜值也是女星当中的天花板 最主要观众员很不错 能长时间在娱乐圈红下去 可是当他们遇到了德性有愧的搭档之后 即便作品是为播鲜火 那也只能被压着 85花中的唐烟 目前繁花这部剧已经拍了一年多了 近日听说男主角胡歌杀青了 但是唐烟杀没杀青还不知道 但确实是拍得够久了 唐烟目前来说 是没有可以播出的作品的 即便是还有一部存货 那部剧也因为合作搭档被压了好几年 相信往后播出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了 2018年8月 唐烟与吴秀波合作了一部剧叫《无名侦探》 讲述了租界补房神探与上海第一女警杨雪 共同破案的故事 在当年发布会现场唐烟就透露这部剧比他之前所有的角色都要好 唐烟对于这部剧也是信心十足 十分欣赏也十分荣幸可以出演警察这个角色 这对于唐烟来说是一份挑战 只是同年 男主吴秀波便被爆出出鬼门风波 《无名侦探》这部剧也就这样被搁浅了 同样合作吴秀波的还有杨颖 两人在17年合拍了一部剧叫《渴望生活》 原先叫《欲望之城》 是在唐烟之前 时隔快5年时间 杨颖这部剧怕也是白费了心思 与唐烟同病相连 可以看得出 吴秀波当时的资源是真的好 演技也属于实力派 要是没有这些私人问题 相信两部作品早已问世 并且收视率都不会低 85花里被指格局最高的刘亦菲 刘亦菲前几年的发展重心一直在电影这块 但也是市场不景气 刘亦菲能拍的电影也是越来越少 最近的一部影片还是花木兰 所以刘亦菲也心生念头 回过头来辗转拍摄电视剧 从2006年主演《神雕侠侣》后 刘亦菲这十几年就再也没涉足过电视剧行业 到了2019年 他与景百然拍了一部民国剧叫《南烟斋彼录》 这部剧当时官宣刘亦菲的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毕竟能再度看到刘亦菲拍电视剧 十分难得 这《偏偏南烟斋彼录》整部剧又因配角赵立新受到了影响 2019年4月2日 赵立新在微博发表了不当言论引发外界四方热议 称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 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 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这样的言语很难相信会从一个公众人物口中说出 随后他被子光阁 共青团中央 中国反邪教齐齐点名 称其观点太天真 于是这部剧也被雪藏至今 刘亦菲和景百然可以说都亏大了 因为两人之前都是以电影为主 本想着借电视剧能分一杯羹 没想到搭档出了事 可真是无奈 其实这两年 娱乐圈明星翻车的越来越多 光去年吧 凉凉的明星就高达几十位 女星杨子主演的古装剧青三行也因为男搭档被暂停 杨子为了这部剧 付出了八个月的时间 相当于一整年的心思都在这部剧里面 本是额场S加级的古装大IP 没想到连播出的机会都没有 尤为可惜 一部电视剧 若是不能尽快播出的话 后面想要上映就更难了 杨子还有一部余申请多指教也被压着 越往后 新作品越多 老作品只能被压箱底 说起来明星们的工作也是一场赌注啊 运气也是太重要了 02 一年演出多部剧的黄轩 演技提高了 为什么人气一直不火 曾经 很多有能力却很低调的艺人 都被流量给毁了 黄轩就是其中之一 他很低调 也很努力 虽然出演过很多角色 但都没有什么名气 而随着清朗的展开 演技也成为了一位演员成长的关键 黄轩这个名字 也渐渐的被人所熟悉 相比于王一博和肖战 黄轩的成长之路并不算太快 他的作品数量很多 一年六部 有两部大火 虽然他在娱乐圈的地位提升了不少 但并没有太大的名气 山海情这部剧 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正面色彩的作品 普通的小鲜肉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演的不好 那就是一部烂片 黄轩很好的诠释了基层干部的本色 山海情开播才没几集 黄轩的演技就得到了广大的媒体和网民的好评 电视剧火了 黄轩的人气就没那么高了 还是没能冲上一线 这让他的粉丝们很是遗憾 黄轩在风起洛阳中的戏份 丝毫不逊色于王一博 两人都是一对男女主角 黄轩的地位要比王一博高 而且黄轩的演技比王一博还要好 虽然王一博还很年轻 但是黄轩的人气都要比王一博低得多 黄轩在影视圈和影视圈都有很好的发展 他在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1921 乌海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黄轩是乌海的主角 他想要把杨华演得更好 所以才会选择光线最暗的地方 他将一个中年男子的绝望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将一个人的痛苦演绎的唯妙唯笑 演技堪称完美 票房却惨不忍睹 很多人都很无奈 这就是演技派和新人的差距 一个流量演员 靠着别角的演技大转一笔 一个优秀的演员 完美的表演 却只能得到一片惨淡的票房 黄轩不是那种喜欢蹭热度的人 而是喜欢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这也是他人气不高的主要原因 就算不能火,也能给观众们带来好的作品 没有任何一个明星能比得上他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加关注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裁员滚滚,虎虎声微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